继续关注专精特新制造墙国系列报道 钢结构桥梁的结实耐用 和一种关键部件U型加强筋 也叫U类的关系非常密切 而它的作用是相当于常见的 硬纸板中间的波浪型的加层 这U类内部的焊接一直是世界难题 但是武汉有一家专精特新企业 成功地破解了这道难题 去看一下 这里是位于湖北武汉的一个 钢桥生产基地 我右手边的这些U型的 长长的东西就是桥梁的U类 它和下面的钢板焊接起来 翻过来以后就形成了桥的桥面板 U类内部结构是比较狭小的 因此在过去只有外部的焊接 而如今有了这样的小型机器人之后 内部也可以实现焊接 有力地提到了桥梁的安全性能 六只身形小巧的机器人 钻进了狭长的U类内部 他们如同一群记忆精湛的匠人 以每分钟0.3米的速度 同时对12条U类内侧角焊缝 进行精准焊接 机器人的电子和视觉跟踪系统 能保证汗丝准确送拿指定位置 如果没有内焊的话 它就受震动以后 它就会有一个不停的张口张口的过程 所以就引起了这个疲劳问题 双面焊接比单面焊接 它的抗体劳性能提高了1.5倍到4倍之间 更有效地让我们国家的桥梁 变得更安全 然后它的使用寿命更强 武汉理新12年前 就开始思考U类内侧焊接的问题 有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只能靠自己解决一道道难题 关于我们送丝 到底这么远的距离怎么样去送 保证它的均匀性 最难的是怎么把这个机械手 把它设计出来 经过四年日夜公关 这项世界前沿的技术成功落地 它不仅能提高桥梁寿命 还能节省大量维护成本 如果没有采用这个技术的话 大概通知15年就会产生疲劳开孽 依次维修的话 大概要4千万左右的运营成本 如果采用我们这个设备的技术的话 一座大桥的话 可以节省两亿的 后面的维修费用 截至目前 U类内部焊接机器人 已在100多座大型桥梁工程建设中 得到应用 U类内焊缝长度达100多万米 预计可节省 桥梁运营费用数十亿元 本期专精特薪 绝活 狭长内部空间焊接遇难题 小小智能机器人来帮忙 独创核心技术 破解世界难题 内部焊接显真纪 桥梁增售降本保平安 我存在了我的维修费用 宪华 暗位妇费用